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介紹一下身邊的嘉賓 有耀才證券研究部的經理 靜耀輝在這裡的Stanley早晨 和大家看看大市的情況 恒指正在做23,393點 升276點 國企指數是11,735點 升333點上來 大市成交暫時達到489億多 暫時來說市況仍然向好 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想問 可以打電話來民股熱線204-6566 或者電郵給我們ask at bschannel.com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齊小姐 你好 是齊小姐 早晨 你好 我是小雯爺12800和99 是什麼位置估賣好一點 什麼位置估賣好一點 今日内银股方面整个板块都有个升幅 当中看到1288农行现价3.86,升超过3% 而建行也是升超过3%,做6.31 先看看建行方面939,6.2持货 暂时有点利润在手,不算太多,1毛左右 如何看回这个股份?何时可以沽货? 其实以内银股的情况,今天都做得很不错 当然A股也是,因为A股今天的升幅更加厉害 这个板块似乎还有资金追落后的情况 因为始终以估值上来计算,内银股的确仍然很便宜 但始终他们之后的发展仍然面对着很多挑战 所以你问我,内银板块现在的部署策略是怎样呢? 我会短线先握住它 因为事实上,现在市场仍然有很多冲景 特别是可能对于钢准 甚至乎对于内地经济的状况 预计可能会有些比较宽松的政策 这些对于内银股来说也是有利的 不过我都可以建议一下 当然你现在有货,而且账面上应该有利用在手 暂时都先握住它 论形势上,股价的走势方面不差 还可以 我会建议齐小姐,这一刻你仍然有货 可以以现价来说 现价,你可以再看到大概是5-10% 例如以现在的健康为例 如果它大概是6.5楼上的话 你可以不妨考虑一下先行有获利利场 而对于龙行来说 暂时来说 多人以大概是4元左右附近 作为一个叫我沽速的目标价 我觉得这些乱股 持续无防 但是记住 虽然这一转的时间升得很厉害 但是 你说它们的前景 可能是中长线一点 半年,一年多的时间 我看法就未至于那么乐观 所以如果现在暂时持续货 以短线部署就比较好一点 好,谢谢Stanley 希望帮到你了,齐小姐 我们再听听另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陈先生在这里 陈先生早晨 是 早晨 想问什么故事 是呀,我有 富贵生命 有50多手 现在跌倒这么残,怎么办 是否招股价的时候就是富贵生命 是呀,是呀 为什么这么差呢 是 也看回来后的情况会是怎样 其实都见到14-38 富贵生命现价 正在做2元 升债近5%上来 不过开市那天 就较招股价3元的时候 都低开了3成 那么多 企后都见到股价一直跌下去 几支阴烛地跌下来 今天有些反弹 怎样看回这一只股份 即是这个另类少少的职业 前景方面还看不看好 其实我的好奇 陈生 我想问你 其实你是招股价抽回来 是呀 是呀 已经走了一半 走了一半 是什么教得走 你那一半 都很低 217 明白 其实都是比现价高一点 其实策略上 我觉得你没有做错 你就是沽了一半 其实这个做法是对的 因为其次这个股价 你不要理他 究竟什么事跌那么多 但是 你如果以一个风险 本地上来计的话 你这样做法 其实我也是绝对正确的 不过就 如果你看回 我都说一下公司的节目 因为我对他的了解 也不算是很深入 但是如果以他做那个行业 就是殯儀这一方面的行业 你可以说他现在是在东南亚那边为主 公司集完资之后 其实就打算是打落地市场 但是你说打落地市场 是不是这么容易做呢 其实都不是 你可以说他原先做开 可能是东南亚那边的业务为主 突然间就再打落地市场主意 究竟行不行 这个是有充满着很多变数 所以虽然他的招呼反应 是做得很不错 但是似乎股价比例又真是令大家很失望 不过我会这样看 因为现在他的股价的而且确 和招呼价比的话 就是大大话话 都没有了大概三成三 因为他的招呼价是三元的 而且初步看回 他的股价在过久这些位置 就是这些位置 就开始有些支持 还有我也有留意这只股份 就是近日的表现 因为我也有点好奇 就是为什么这只股份 就是上市的时间 可能定三元的招呼价 但是表现那么差 我也有留意一下 但是暂时来说 如果你看回这些盘子 在过久附近 都有很多大盘 就是暂时撑住 所以如果你是以一个部署上的策略来看 暂时有货的话 先拿住它 如果你是弹到多少位置 如果你是弹到多少位置 我觉得不妨再放住 因为你已经沽了一半货 另外这一半暂时先拿住它 但是怎样都好 跌穿过久 就是之前这个位置的话 怎样都好 要考虑止识 因为始终连这个位置都跌穿了 其实意味着那个形态 甚至你可以说 那个走体方面 都是不乐观的 而且即使弹上去都好 因为你都可以说 之前的时间有很多限货 所以我觉得 假设来说 如果打回大概两个三度 两个三度的话 就破不了 你都可以考虑私人减次 好 陈生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是这个 好 希望可以帮到你了 谢谢你 我们再听听下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邱小姐 邱小姐早晨 邱小姐你好 早晨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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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三七 那这位呢 配股就是15.6 是啊 如果我买的话 应该陪回到哪位买入呢 第三个円是116 连货都是中港核 是中港核 最近炒电多过核 你觉得股票 卖即可 誰是买入呢 請两位 好 先跟进内银股 就是工商银行编号 1398 现下做5.57 升埋大4上来 同样 今天很多家庭宗 还问内银股 如何看回情況 有沒有望在年底去到6元的位置 其實說真的 因為現在他們年底都不是差很多日子 即是假日都只剩下 我想是五六日子 當然是不多的 你說去不去到這些位置 我暫時有些保留 但是你說有沒有再升 因為始終內地的情況 和以前相比都很不同 而且這個板塊 都真是還有一個追落後的價值 而且正如剛剛也提及到 似乎你有短期的時間 但仍然在炒一些放水的衝勁 所以我建議優小姐先拿著貨 我覺得6元就很難 這段時間未必到這位 但是有沒有機會再升上去 甚至乎 升穿過之前的5.69 即是5.7這位 絕對有機會 所以暫時理解 你不妨先拿著貨 我覺得這隻也值得你再保留 一次要回答其他兩隻 即是海通這隻股份 好像未有貨 不過我自己覺得 這個板塊本身是有前景的 雖然今次配股的價格 我覺得似乎是有一點而過 有一點而比較低 還有發王的H股的數量 都真的很多 但始終都合不到人的 你看到我們的成交量 都真的相當驚人 而且公司今次的集資所得 都會用來發展融資融券那邊的業務 所以前景就不差 反而我覺得大問題 就這樣看回 股價始終就升了很多 現在開始有些調整 所以你要買貨都好 暫時我會建議你等等 看看有沒有機會等A股 可能有些調整的時間 假設A股真的有些調整的話 它的股價大概去到17.5元 即今天那些低位附近的時間 那些位置買 你又擺長線 我覺得相對比較安全 另外有一隻就是中港核 其實這一隻股份 我也有留意 因為你說核電的前景 在內地方面 我覺得是不錯的 還有你都可以說 未來的發展 都是以這些新零融為主 雖然今天的電股升得很厲害 除了你說中港核之外 其他的電股升得很厲害 因為有些叫做電力改革 電改一些的衝頂 但這隻股份 我覺得是可以留意的 但你在這隻股份買 我都會建議你等等 因為 次應和招呼價相比的話 它還有一段比較多的升幅 所以你要買這隻的話 不妨等等 可能到大概3.3號人的時間 再考慮 好 希望可以幫到你了 見到637海通證券 現在就佈18.4 跌超過1% 至於18.16的中港核電力 報3.48 跌 升一仙上來 暫時先跟進到這裡 稍後回來繼續有問答環節 Stanley 剛才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再見